随着感恩节的临近,美国汽油价格缓慢下降,柴油的价格正在上升。 美国汽油价格在过去几周内持续的缓慢下降,这对计划在感恩节期间外出的民众而言减轻了旅行成本,算得上是个好消息。 目前,美国普通汽油平均价格是每加轮3.773美元,比6月份便宜了1.25美元。 几周以来,全球石油成本一直在每桶85美元到92美元的小范围内波动,这是汽油价格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。 美国汽车协会发言人安德鲁·格洛斯表示,目前大约有13个州的部分加油站已经标出低于每加轮3美元的汽油价格。 只有两个州,加州和夏威夷的汽油均价仍然是超过每加轮5美元。 在柴油价格方面,10月份,柴油库存处于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,投资银行高盛发出警告, 对炼油能力的投资不足、炼油厂的关闭和运营中断都是导致柴油短缺的原因,使柴油价格居高不下。 这里给大家一个理由节省汽油的小贴士,计划感恩节外出的民众可以在以下10个州内找到全美最便宜的汽油,价格都在3美元左右。 德州、乔治亚州、密西西比州、阿肯色州、路易斯安那州、南卡罗莱纳州、阿拉巴马州、田纳西州、俄克拉荷马州和米苏里州。